我要了 有劲坐 开始吧 白老板 你是公司的首席 这会议的议题是什么 那既然是 杨晓东先生组织召开的 那这会议的议题 得杨晓东先生说 我的议题很简单啊 我的议题就是要 恢复丁学期的职务 什 什么 恢复我的职务 你俩在开玩笑呢吗 没有啊 因为我坚持认为 我还是占本公司 百分之十的股权 丁学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咱们俩曾经历过 一份军令状吧 还记得吗 是啊 这军令状上的内容是什么 我起草的 铭记在心 但是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首先 你们剥夺了我的领导职务 然后你们擅自做主 挪用了公司的资金 人为造成了公司账目上的亏空 使得公司亏损 对吧 拿给他看一下 哦 对对对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看 别 大家一会儿 大家都看看 没必要看这个 我只管咱们俩之间签的这个协议 现在已经是年底了 公司不但没有盈利 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亏损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公司为什么会亏损 就是因为丁学期先生执意要上马 这个所谓的电池厂的项目 电池厂怎么样了 被烧了 还好意思提议呢 人家聂先生现在已经是国际汽车巨头的 电池合作商了 没有因为那场火灾受到任何的影响 反而是因为你们 擅自做主 撤了资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你还是你啊 我不想跟你们废话 我只看结果 我记得你们不是是经常喜欢的 那叫什么民主吗 对对 没关系 我们今天大家再举手表决 好吗 白老板那提议不错嘛 就按照股权的份额进行表决 形成决议之后呢 各位就不要再扯皮了 好吗 可以 可以啊 可以 来吧 谢谢 请坐 可以 这两位是 这两位是我事先已经请好的公证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处的工作人员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股东大会 你请两个公证人来这儿是什么意思 太有这个必要了 我为什么请他们来呢 是因为 我们如果要举手表决的话 还差两个股东 这两个股东占了多少股权呢 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权 而我 买下了他们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权 目前这百分之四十三的股权 在代持状态 我代表了他们 这是委托书 我那百分之十有争议不算了 但是这百分之四十三是有效的 大家都很清楚 丁薛齐先生的近况吧 你哪儿来的钱去收购其他股份的股份 你说呢 我也是有钱人 有问题吗 没问题啊 我是说这个有问题吗 没问题是吗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那我们就表决了 废什么话呢在家 表决的内容就是我对你所有的积爱 谁呢 我也否认 我刚才拜着手说算了算 刨去你那有争议的百分之十 咱俩合在一起是百分之五十三了 百分之五十三了 你同意了吗 我当然同意了嘛 成交吧 你的那个军令状不成效了 现在丁薛齐回到原来的职务了 听到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 你还有 我事多了点 好 我来说 我听听听 喂 龚先生 你在公司期间 无理解除丁薛齐的职务 并且放弃了电视场那么好的一个投资项目 你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所以我的提议是 解除掉你在公司的所有职务 你的意思是让他问你什么 哎呀 你这样子 来 又行 各位 哎 你知道百分之五十三的概念了吧 就是说你说什么都让你 啪啪啪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严重质疑你这份股权收购协议的真实性 我需要去验证 你是不是还鉴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处啊 你是不是还想鉴定一下公证处是真的是假的呀 我欢迎你的验证和见证 你干嘛都行 你甚至于可以去仲裁委员会去仲裁我 你去法庭申请诉讼怎么都可以 但是现在立刻马上请你 把公司各项印章和营业执照的正副本 给我拿出来 如果你说不 我直接让法院强制执行 你信吗 听来 顾掌 谢谢 给我顾掌 好 行啊 别欺欺 看你眼睛有血真很漂亮 哎 你能不能告诉我 师傅 你这部分是怎么来的 你不在很久以前告诉过我 你作为一个有钱人 你为什么不去拥有你的老爸 我不认为我傻 我从来不仗给便宜 但是这一次真的是拜你所赐 你给我爸爸的阿宝集团 那么大一个打击 我伸出了眼神 让阿宝避免了一场磨点之灾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我爸爸作为回报 你三倍的价格 给我买下的这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 送给我 当然了我会 我会再 把钱赚回来还给她的 那是我跟她的事 所以谢谢她 真活得出去 行 没关系 机会有的是 我还没有出去 这个公司迟早还是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大量的资金 来收购它 击垮你 但很可惜你没有机会了 这已经不用你操心了 我这次真的是在为你操心 担忧 小冬 收费 对 还有一份来 基金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就是你的那个 所谓的非法吸储的项目 你诈骗骗取老百姓 那些储户两亿多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这么做了 对不对 我当时还以辞职 作为抗议 你不听啊 你现在还是做的 想翻盘是吧 拿着两亿多 你干吗去呢 投资了一个地产项目 一个地产项目 你说它也真是有眼光啊 这地产项目还没 还没开盘呢 就已经出现了 土地使用资格的问题 无限期的停工了 你太小看我了 我还有其他的项目 当然 当然 但是我就不清楚 你拿什么还那些储户 那些老百姓 每月百分之二的回报率呢 拿什么还 拿命还啊 你听谁说的 做都做了 还怕人知道吗 那男人嘛 敢做敢当对不对 非法西处诈骗 投资押宝失败 你只能拆借资金了吧 现在 你别误选择了 挪来挪去 挪东墙不西墙 东墙 他有东墙 他有一老丈人 范宗汉有钱 真有钱 但是他也是生意人 他会无缘无故地 拿出三亿资金过来 帮你填一个大窟窿 就算他愿意帮你 我真想看看 他怎么能够 瞬间给我拿出三亿来 他有这实力吗 你真的是病得不轻 丁燕西 你的妄想症又犯了 好 我再妄想一下 你听好了 你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那些被你欺骗了的储户 那些老百姓 他们会来围攻你 为什么呢 会让你还给他们本金 要本金呢 你给不起呀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他们只能起诉你 你会接受法律的制裁 到那个时候 你只能变卖 你所有的资产 就算你想带着范子鱼 出国 销声匿迹 不好意思 你连机票钱你都没有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拿现在手上这点钱 去填这个窟窿 稳定局面哪 有用吗 想腾出时间来 然后远走高飞 不好意思 再告诉你一个更惨的消息 就是在刚刚我们表决的时刻 你的所有光辉事迹 已经被各大金融媒体网站 门户网站等等等等等等 公之一众了 你红了 朋友 你真是红 透红的都变黑了 已经现在 上网自己看一看 很精彩 上什么网啊 真是 原版的 我这次的做法和上次 阻止你上市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完全公开 完全透明 你这辈子 都没有跟我斗的资格 气生于何生良 是吧 定学企 算你力了 我跟你说啊 骗子 骗子 什么东西 我呸还记成余何生 他把自己比周瑜 有没有脸 有没有脸 丁总 我呀 我是真的很懊悔 我真不知道 他是这么一个人 这 这个别的不说了啊 只有 那是您看 我能不能跟您再 您等一下 你什么态度 给不给啊 我能说滚吗 不能给机会 我给你个机会 您说 一个月之内你在网上 跟我卖出一块矿去 你这回来找我 在网上卖矿 不是 网上没法卖矿去 这也不了是吧 这真卖人 走人 全骗子 拜拜 拜拜 哎 林总 咱们的投资公司 都被储户们包围了 他们要求退还本金 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一群五类 一群五类 一群一群一群 你回来了 我还有地方可以去 你去哪儿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担心死我了 我想来想去 还是回来得好 毕竟还有你 你可以接纳我 现在全世界都把我给抛弃了 但你不会 你终于肯跟我说这句话了 你终于肯成了 我对你都好了 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听我的 咱们现在马上收拾行李 你跟我出国吧 咱们到国外去 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始新的生活 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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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问 有什么问题吗 陈连长 你找这家人吗 他们已经把房子卖了 人都搬走了 搬走了 对 竟然我们都被编空了 事发是早晚的事 我已经想到了会有这样一天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 你有好的办法吗 真是要赶尽杀绝啊他们是 我车祸死不了 出境出不了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们 为什么连条葫芦都不给我们留啊 我们自首吧 我进去了你会很开心是吗 我也会进去 这与其被抓还不如主动自首 这条路是最重要的 您就这条路是吗 我找不到 我有一条路是什么 谢谢观看